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血碼台國第二章的extra關卡 這邊是復剛義勇要來通關 呃其實這關卡打起來真的蠻不好打 我自己是用那個啦 定真式初號機 也是全EVA配置 但是因為過程真的是有點太艱辛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沒有PO上來 這個是上禮拜推出的關卡 好啦那第一關這邊的話 手消 不能消光 然後指定六康 左右又給你射擊 還只有暗屬性可以造成傷害 所以你看光是第一關就這麼麻煩 後面可想而知有多難了齁 好啦這邊先把那個水溪開下去齁 不過是不是馬上斷掉了 對他馬上斷掉了 然後等一下有那個 水屋可以開齁 這邊的話應該是要等真式跳起來了 好這邊真式CD8這一回合會跳齁 好這邊直接1技加2技開下去 那變身1技也要開齁 不然不會追打暗出來 好這邊六康的話 好他開水溪把光點掉 好因為這邊是不能手消到光齁 來六康這邊就考驗手術啦 也不是考驗手術啦 應該說考驗你怎麼避開 左右的那個射擊 然後還要轉到六康 還要手消到暗齁 好這樣好像 有有有 OK六康有齁 好就好在這個射擊裡面的那個珠子是還可以消的啦 他不是像潘朵拉那一種齁 好這邊直接帶走喔 只靠著暗屬性的傷害 再來第二關數字盾 這邊是16顆齁 這邊都去消水 可是這樣沒有黏住18顆不會加康齁 但是這邊有帶走真是效果也還在 再來是五屬盾 這邊是水 只有水才可以造成傷害齁 那對這隊來說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了 這邊是三屬盾啊不是五屬齁 三屬的 這邊都有消到 暗珠去疊齁 現在三屬盾線好像變成一個基礎了嘛 好像很少看到很純的三屬盾啊 除了討伐戰啊 好來接著這邊30顆星 夠過分了吧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關卡齁 這邊先消四顆齁 這邊有一個弱轉無效 那回復也會歸零 不過對富剛義勇來說 還好沒什麼太大問題齁 因為富剛是可以靠水珠來回血的 好這邊的話 水珠全部黏在一起 好這邊先開一次擋死 啊這邊是有帶水屋的齁 好他先擋死一次 其實這邊有弱轉無效 所以他沒有那個 沒有把外側的水轉出來 好這邊新珠再轉三顆 喔這邊一個滿版漂亮 好剩20顆要消了齁 這邊新珠基本上就是 慢慢跟他耗了啦 那他是CD2齁 所以也不算太緊迫 你還有富剛可以擋死兩次 好這邊又消了一個沒有滿版齁 差一點點 好這邊再擋死一次 好那這邊跟大家更正一下啦 富剛是不能靠水來回血的 他應該算是 吸收傷害才對 但是也要 敵方是水屬才有辦法吸齁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只能靠著富剛的擋死 主動技 好來做這件 麻煩的事情齁 30顆星 好啦這邊要準備帶走囉 好這邊先開機勢的兼具跟追打 其實他這邊帶機勢 我覺得也蠻特別的啦 好這邊是火才能造成傷害 對每一個關卡都有一個指定的屬性齁 所以我那時候才會用初號機來打 因為初號機真的就是 隊長技就是內劍追打的效果了 很好用齁 好這邊把龍克也吹下去了 好這邊分數打到了3萬1齁 好這邊帶走沒問題 追打的火都有灌過去齁 打97億出去 來第4關 好第4關這邊是能力繼承 好這邊把水屋關掉 要來回血一下下了齁 好這邊是不是又一個滿版 好這邊是不是又一個滿版 真的又滿版 厲害厲害 好這邊直接帶走 來第5關 好第5關 好第5關這邊是不能手消到木齁 然後只有木可以造成傷害 對這一關真的就是各種 雕 真的就是雕 欸他不是不能手消 不能手消水啊 不能手消水 好那不能手消水的話 對於富剛來說就是要去手消全心了齁 手消全水或全心傷害才會打出來 好這邊一個疊水珠 好這邊只有木可以打出傷害 那這邊只有木可以打出傷害 那這邊只有木可以打出傷害 等一下一定又要開主動技齁齁 不開的話就沒有辦法帶走了 好這邊消到水 好這邊消到水 有點疊珠失敗的感覺 不過還好不影響齁 天降下來有救到 好這邊我們就看什麼時候要把珍事開下去啦 欸其實也不用說看什麼時候要開下去啦 場上木夠多的時候 就可以開下去了 好這邊有4顆木 但是他還不打算開齁 好這邊再稍微疊一下 好這邊開富剛先擋死一次 他要吃那個下回合的全隊2.2倍齁 好這邊龍克也還沒跳 所以他是打算在這邊開龍克嗎 好來這邊再把機勢開下去了齁 要再來追打一次了 好這邊點掉水 開水溪點掉水齁 好那這邊要記得守銷全新了 好這邊也沒有守銷全新 那這個傷害應該是 OK吧 好有多降了一串水下來 這樣子打出去 好像不太夠喔 對因為沒有守銷到全新或全水齁 那個傷害就會有落差 好那這邊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再開一次 機室還是要開真室起來玩呢 真室應該有不能開的理由啦 不然他這邊不會一直遲遲不打開真室齁 好那這邊原則上就是洗技能 只要你不要守銷到水應該都沒事阿 好那機室的話CD也是比較長一些些阿 所以就是可能要吸比較久一點 好不能守銷到水 有他這邊都有疊珠齁 疊的都還算蠻漂亮的 好他這邊消到水 這樣子 好還沒事齁 沒事沒事 因為對面剛好是水屬 好那我剛說的靠吸血 來回血就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好他現在知道這個之後瘋狂去消水了 好消了兩康兩康應該也還不會死齁 這個吸血真的是還蠻威武的 好啦來機室這邊又跳起來了 再把他打開一次 好這一次要記得守銷水或全新啦 全水是不可能的啦 所以至少要銷到全新齁 OK 好這邊龍刻開下去 這也讓大家稍微感受一下這個關卡究竟有多難 兩次龍刻全部用掉齁 好來這邊帶走 接著王冠齁 王冠這邊是 光才能造成傷害 然後不能守銷到暗 然後有一個回復顛倒 對這個就是最討厭的地方啦 回復顛倒 然後條件又一大堆 好這邊開真式記得要銷到光才會追打光出去齁 好他這邊把暗點掉 不過暗還是有三顆所以要 小心不要銷到齁 對 路過去還會變成問號 那時候打的回憶全部都湧上來了 真的是莫名其妙的一個關卡齁 好這邊沒有黏到18顆這樣子傷害 OK帶走沒問題齁 再來二血的部分 會吸你的龍刻齁 所以這邊龍刻如果你沒有 在前一關開掉的要稍微注意一下齁 那這一關一樣是光弓盾 然後會引爆暗來增加自己的 減傷 不過廠商因為剛剛水系已經轉掉了 所以廠商是沒有暗的齁 好來這一邊的話就感謝觀眾們 我們用了富剛義勇來通關 血馬台國EXTRA 第二張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齁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拜託